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 3月30號 3月快過完了 今天星期一 那我們繼續來 查神的話 以塞亞書第八章 第八章接續了第七章的 這個 上帝對以色列 北國以色列的審判 對他們 與亞述聯合 來攻擊猶大 第八章一開始的話 就對以塞亞說 你取一個大牌 拿人所用的筆 寫上 馬黑爾 撒拉勒 哈斯 這個意思呢就是 掳掠樹林 搶奪快到的也就是 要見證北國以色列要被掳掠 我要用誠實見證人 祭司烏利亞 和亞比利家的兒子 撒加利亞 基督者是 所以這是什麼名字呢? 這個名字呢是他 他妻子 他以色列要與妻子同事 同房生孩子 要生的孩子的名字 第三節就叫做 馬黑爾 撒拉勒哈斯巴斯 所以當先知小孩 真的不容易 生下來就被人家 叫這種怪名字 這種通常是人家戰爭的時候 打仗的軍人在衝 封陷陣的時候要殺 去把他們打敗 所以他就用這個名字 也不是說太差的名字 但畢竟這是聖經裡面最長的怪名字 第四節他解釋 因為在這小孩子不曉得 教父母之先 還不會說話之前 大馬斯格的財寶和撒馬利亞的乳物 必在亞述王面前搬得去 所以北國撒馬利亞 以色列和大馬斯格都要被乳 這是上帝就借著以賽亞 來做的這個 算是一個提早的見證 或者是預言 他又第五節又說 然後這百姓 以色列的名 大概是在北國 解經學家有點不同的看法 有的時候在南國 也有大 這百姓 既驗氣西羅亞緩流的水 這個水池 這條小河是供應 耶路撒冷人的居民的需要 那它 是一條緩慢的 清澈的一條小河 它會存到它的reservoir 它那個小小的水庫裡面 供應 耶路撒冷的需要 他們喜歡利遜和利馬利的兒子 這個是 那個大馬斯格亞蘭人的兒子 那個王的兒子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騰的水 猛然衝來就是亞述王和他所有的威使 並漫過一切的水道 漲過兩岸 並衝入猶大 並衝入猶大 所以這個對北國的攻擊 不但是影響到北國 也影響到南國 漲溢濫 直到景象 以馬內利啊 它長開翅膀 變滿你的地 所以這個敵人會進到 以馬利 本來是屬於以馬內利 耶穌的這個地 那 這裡頭我看到了一個 給我們很好的一個提醒 這個西羅亞的池子的水 緩慢 那 人總是好像厭煩一些 自己很 習以為常的事情 覺得這已經沒什麼了不起了 這條小河我們已經看膩了 其實是很好的條小河 這水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我們偏偏要喜歡去別的地方 偏偏要喜歡到 甚至這條小河 是那個將軍乃曼 他來的時候 覺得你們以色列的河 甚至約旦河有什麼好的 我們大馬斯格的河很好 所以人總覺得好像 以色列人總覺得他們自己的 自己的生命的來源 供應 沒什麼了不起 這裡頭就表達這西羅亞 上帝的 給他們的河水 他們不喜歡 耶穌 主耶穌給他們 以馬內裡 給他們的生命 來源 他們不喜歡 他們喜歡到處奔跑 奔波 去找他們喜歡的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 新鮮的東西 這對我們在家 防疫的人 現在關在家裡 哪也不能去的人 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我們會不會 在這過程中 甚至失去感恩的心 我們每天有的 我們還有房子 還有吃的 冰箱裡還有吃的 我們自己的妻子 孩子 或丈夫 可能都覺得 厭煩了 膩了 那這個經文給我們 一個很好的提醒 我們 有的時候 我們的靈裡面 我們需要 跪在神面前來 求主來聯名我們 我們對每一天的 每一天生活瑣碎的東西 覺得厭煩 總覺得 好像外面的東西更好 這是 先知給我們的提醒 外面的 沒有更好 第九節 列國的人民啊 任憑你們宣壤 終必破壞 遠方的眾人啊 你們當策而聽 任憑你們豎其妖來 終必破壞 任你們豎其妖來 終必破壞 任憑你們同謀 終歸無有 任憑你們嚴定 終不成立 上帝與我們同在 所以這個列國要來攻擊 到最後 還是必會失敗 這個是一個 很特別的這段經文 上帝 我們看到上帝 用以賽亞的兒子 怪名子 談到這個 人的這些同謀 以色列跟亞蘭的同謀 必要失敗 那真正屬神的 神要與我們同在 就是也就是以馬內利 所以 今天這樣的經文 安慰我們 提醒我們 我們 在主裡面 有很多可以感恩的 那我們的心 在這一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需要調整 我們需要在神面前安靜 這是一個好的事情 這是一個好的時間 好 願主與你們同在 我們一起禱告 主我們在你面前也認罪 我們 裡頭 可能也覺得厭煩 在家裡待久了 但主你赦免我們 你給我們的豐富供應 我們要感恩 你給我們許多的 甚至能住在北美 住在美國 還有相對的 優越的生活 祝你都求你聯名我們 我們需要感恩 而不是整天在想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什麼我們不能做了 祝你幫助我們在這樣的疫情裡面 就像是強迫我們安息一樣 讓我們回歸到你面前 讓我們安靜在你面前 從你得喜樂得平安 謝謝主 保守看顧我們今天的生活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工作 祂告奉耶穌的名 阿們 好 今天到這兒 明天見